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底是谁啊 这么小叉 听说是祖屋的人 他停下来了 雪大人 这才真是吧 能看清了 快让我照一照 我也不知道 魏家的人 我知道你们就在这里 我也知道你们请的地下三街玉鬼师 正在向这赶来 给我看清楚了 那座山叫鸡脉山 我会在山巅等你来 速 断 什么 他这是 调戏 这魏家 什么魏家 我在龙城几十年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在这口出狂言 老秦 雷锋不是刚升到地下二街吗 竟然敢向魏家宣战 哼 独指死活的娃娃 好强的压迫感 是地煞鸡 老天爷 这么年轻就是地煞鸡玉鬼师 走 我们去看看热闹 凌风 难道说您已经 你也看到了 啊 城主伯伯 地煞二街对地煞三街毫无胜算 难道他有总部二级元老作外援 这种可能性很小 总部也不愿主动与魏家发起冲突 我本以为凌风这次来龙城 只是要虚晃一箱后溜走 好让魏家人扑空 但现在 不好说了 城主伯伯 你可得帮帮凌风 他可救了那么多龙城百姓呢 凌儿 龙城之外的战斗 城主不便出手 凌儿别担心 我会在一旁观察 尽可能想办法保护他的 你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的是啊 怎么回事啊这是 他果然没走 魏家的地煞三街玉鬼师真的会来吗 快看那边 是不是来了一个鬼月 鬼月 好可怕的鬼月 你是深渊三街了 终于来了 你就是凌风 魏无忌果然只是找了不爱人 废话少说 动手吧 好 你倒是对我脾气 鬼武士 杀 就好 用鬼地复制 加强鬼伞分身能力 凌鲁 进宫 这凌风 竟然有三个深渊二街鬼武 果然不一般 三个深渊二街 那不是比老爸爸厉害 不够啊 三十个都不够啊 二街与三街的差距 哪有这么接近呢 这些黑武士动作如此整齐 难道是深渊三街鬼灵的下属军团吗 什么 鬼伞分身 瞬间就被斩杀了 如果是小兵 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 难道有什么规律 明白了 黑武士只要拔刀 就必然会杀死一个鬼仔的分身 东东 薛华 敢在拔刀之前跟着他们 等等 为什么没经验 薛华 是没经验 这些黑武士 到底是什么 东东 薛华 敢在拔刀之前跟着他们 东东 为什么没经验 薛华 还是没经验 这些黑武士 到底是什么 不错呀 既然还撑了十几秒 还是给你来个痛快吧 这些黑武士 都化作本气 像中间聚火了 啊 啊 啊 合体了 原来如此 这些黑武士 根本不是小兵 而就是本体 灵风 灵风 得出手帮他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吧 灵风扛不住了 哼 竟然还不逃 看来今天 他必死无疑了 哈哈哈哈 他竟然还在成长 看来必须要阻止他了 小兵 小兵 观察的差不多了吧 那就上吧 试试你深渊三阶的实力 什么 怎么会有深渊三阶鬼灵 哪来的深渊三阶 看看 又有鬼灵出手了 升 升级了 怎么会有深渊三阶 报告家主 灵风这边居然出现了深渊三阶鬼灵 乘主 这应该是灵风请来的外援吧 看着不太下 再观察一下吧 好 射下的黑武士 都被江渊吸收了 不愧是深渊三阶 不 江渊 小心他的拔弄 什么 好险 江渊 江渊 深渊能力 虚化 想不到你竟然找了帮手 速战速决吧 玉皇 行动 你竟然也不好对付 庆祝 沐鱼压制 这有鬼火火也算是女性恶劣 正好可以收到姬爪安中 去 来 你 进去 在姬爪安中 压制效果翻三倍 你跑不了了 战斗胜利 祭照安主 成功收服一名女性恶灵 玉皇 毁机复制 战斗胜利 你杀死了一只深渊二阶恶灵 星焰加八千 很好 什么 现在 全力支援将威 哇 凌风这么好帅 凌风的鬼灵竟然如此强悍 我要是败了 家主也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他 跟他拼了 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 实力瞬间提升了好多 枪威的虚化能力 被击散了 完了 怎么还没死 统统 统统 薛华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这下看你怎么死 凌风这边 深渊三阶鬼灵的深渊能力 已经被击破了 再次发动还要很久 他扛不住了呀 看来 只有出手了 哇 鬼哥 看 是城主的鬼月 天呐 城主也要参战了吗 希望还来得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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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